你好 你貴姓 我是好奇爸爸 好奇爸爸 你好 嗯... 以骨療法我先來幫你 開始來診斷 你的哪隻腳長 因為長短腳會影響到你的身體狀況 那種筷子 來 我要檢查嗎 我先進來 我會碰觸你的腰部 你不要緊張喔 好不好 來 摸摸看 你的骨盆來講 那上緣呢 你是右邊一個偏高 再下來這個就叫做卡前上肌 有點偏高 所以在整個骨盆來講 你的骨盆是什麼 右邊是向上 向前的 所以它應該是 骨盆是轉位啦 來 再接著下來呢 我會看看你的那個內懷 比較 內懷哪一個比較掉下來 喔 來 一看 你的右腳的內懷呢 是比左腳內懷 往靠近 往這掉下來的 那表示它是 腳長的成為比較大 再來我看看你的腳後跟 你的腳後跟 右腳是 也是掉下來的 再看看你的腳 大拇指的 大拇指也是一樣喔 大拇指看啊 它有點像 向下掉下來 這表示這隻腳是 整個腳是往下掉的 再來我們檢查它的懸位 我把你的腳打開15度 我會到你的腳的膝蓋外側 我幫你做檢查 我剛開始呢 我會再檢查你的 左腳的內懸位 我把我的右手呢 放在你的骨盆 就卡在上去的位置 我用你的左手 我去試試看 你看 那這個 左腳它根本不想內懸進來 來 我的手翻到你的右側 有那個什麼骨盆上面 有肩子壓著 我肩子開始試看 你看 它很容易叫向外懸位 所以 你的左腳來講 它是一個外懸的狀態 再來我看看它的 右腳狀態喔 一樣按著同一邊 看它內懸不進來 手翻到右那邊 看一看 它的什麼 外懸 你看 它的外懸明顯是 比它的左腳大 所以它的右腳是外懸大於 左腳外懸 緊接著 我們檢查它的轉位 因為 一股療法 它的檢查法 跟一般檢查法 都不太一樣的地方 一般西醫檢查它會這樣子 看看它的什麼 內收 看看它的外展 外開 但是呢 日本它是一個墊子接一個墊子 所以說 日本人不喜歡自己的墊子裡面 背的腳進來 所以說我們做不做 衣骨療法 那個祖師爺 衣骨工的先生呢 另外一套的檢查方法 把他腳弓起來 把他褲帶 指大一下 來 首先呢 看它的內轉 就是我用大拇指 它在它的左腳外側 內轉 左手放在它的骨盆上面 試試看 它根本不會向內轉 再來 我的左手放在它的骨盆右邊 你看一下就掉下來了 表示它這個腳是外轉腳的 再來看看 它的右腳 在相同的位置上面 放下來 我坐在它的右膝的前面 我先用我的右手大拇指 試試看它的內轉狀態 根本不進來 檢查它的右腳外轉 很容易就掉下來了 再來 因為兩隻腳不做比較也不行 所以我們把它就變了起來 家長姐不要緊張喔 好喜爸爸 你不要緊張喔 放輕鬆 好不好 來 腳通手放開 你看 它的右腳是比什麼 左腳開的大 開的快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它的什麼 整個腳的狀態 它的右腳是什麼 外轉外旋 左腳也外轉外旋 但是呢 它的右腳的外轉外旋 比左腳的外轉外旋大 左腳的外轉外旋 在伊古良法 它稱之為 什麼LO 跟RO 對不起 RO腳 那是RO腳 來 那 欸 這樣你把你的 手放下來好嗎 我來看看你的胸 整個胸膛的位置 就是喔 因為你的造成長短腳 一定會造成你身體的懸位 所以一般來講 很多的外科說的 側彎症 它會造成不只是側彎 而是會帶懸 側彎 後彎 或者側彎 前彎 現在我看看你的胸膛 你整個胸膛 右邊是比左邊高一點點 而且你呢 但是呢 你的左胸膛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的整個胸膛是有懸位的 你剛剛說右邊比較高 不是 肋骨 肋骨是 肋骨是右邊比較高 但你胸部是左邊有點高 它有帶的懸位 知道嗎 肋骨比較高 但是胸部比較高 對 左邊往而大的一點 對 左邊是大的一點 所以是往哪裡懸 你的是這樣 你的胸是這樣子 怎麼這樣子 所以我這個是這樣 對 對 對 腳高 對腳這樣翹起來 對 對 又翹起來 你看 你這邊也是比較高的 你會比較高 這是你的 你凸出來的 肩膀是凸出來的 而且你就學過瑜伽嗎 對 學過瑜伽都也叫你 那個鬆下來 兩隻手 手心向上 對不對 想這樣 上上是一個問題 你自己摸摸看你的肩膀 摸摸看 這樣子的肩膀 跟這樣肩膀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這樣是外開的 這樣是內鬆的 所以說 長期外開的話 你的肩膀會一直往前往 翻過來 所以說 很多學醫家 學到久了之後 硬過去 胸膛 反而內鬆進來 因為肩膀是真內鬆的 你躺下來睡覺的時候 你肩膀沒辦法落地 這位會有空隙跑出來 因為空隙跑出來 就是表示你的肩膀是前方的 你這時候 我們因為翻手上 對 所以它會 對 它會落地 還是不落地 這樣子那時候才會落地 所以說 我們睡覺最好是 兩隻手 平放 或者放在肚脊上面 但是覺得不要 放開的 不要放開的 甚至有人喜歡這樣睡覺的 那睡覺的 心機會肥大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睡 可是有一些動作說要這樣 這動作是幾分鐘 也沒有說幾分鐘 對啊 但你睡覺是一個晚上 好幾個鐘頭 所以造成你的心臟的負荷變大 在我們的主大動作出來了 兩條血管是往手臂 這是向下的 但你這樣相反這樣拉上來的話 會造成你的血管 需要更大的壓力 壓力來自哪裡 來自心臟 心臟怎麼加壓 那心臟力量不夠的時候 他也把你的心肌肉增肥增厚 所以叫心肌肥大 就心臟肥大 就滿在睡覺裡 你就心臟有問題 所以睡覺的時候 不能手放在裡面 對,不要這樣 對,對你來講 是虛一虛我都不好 所以一定要有想法 對,有想法 所以養成好習慣 好不好 再來 檢查出來了